来的挺快啊 原来我没说过吗 那长话短说 地下原本有许多矿区 但是近几年 一种叫烈界的侵蚀在地底蔓延 许多矿场都遭了夭 没法再开采了 我们要去的这片矿区 保留得相对完整 环境还算干净 一群老家被烈界吞了的流浪者 跑去那儿安了新家 其实这伙人嘛 大部分还算老实 但人多了 免不了混进去些 喜欢挑事的杂碎 结果就是 流浪者三天两头 跟矿工干仗 还经常偷抢矿民的物资 这还算小打小闹 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就这两天 矿工和流浪者间 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场面相当难看 矿区是地底的生命线 必须保证地随攻击 我们才能从运输线 拿到地上配给的物资 为了平息事态 奥列格首领带着地火 扎进矿区 把城镇治安交给了我 但里面情况吃紧 我也得去支援 对了 还有你 等见到了首领 得让他决定该怎么处置你 正好 我本来就想见见 下层去的领导者 行啊 你也亲眼看看 地下现在乱成了什么样吧 我本来就想见 那不是医生姐姐吗 纳塔莎居然会出现在这儿 看来事态比想象中严重 纳塔 没想到连你都来了 奥列格去哪儿了 艾希尔 还有 桑波的客人们 看来你们已经认识了 我也没见着奥列格 矿明说看到他 带一批人往深处去了 听说矿工和地匹起了激烈冲突 还有不少人受伤 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看见这些人了吗 都是矿明和矿明家属 他们是来跟挑事的地匹讨说法的 这前面是流浪者的聚集地 现在入口被封起来了 估计是怕愤怒的矿明报复吧 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据说是第一矿队发现了一片地随矿麦 储量惊人 初步估计大概是近三十年发现的最大矿藏 真的假的 这么大的新闻 我怎么一个字都没听说 他们才不想声张呢 大部分矿区都被猎劫污染了 很多人都丢了工作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怕不是矿工都要挤破头了 但是矿队瞒不过这儿的流浪者 毕竟他们的眼睛也不瞎 有些流氓地痞 想借此捞一笔 向矿队勒索封口费 这就触犯了他们的底线 这确实是地下的法则 但流浪者们叫嚷着自己的规矩 见者有份 结果就是两拨人发生了剧烈冲突 损失惨重 你们来这里是打算帮忙解决矿区的矛盾吗 那倒不是他们的本意 这几个人有求于奥列格首领 所以我把他们带来了 既然有事想求 顺手帮个忙 应该不算过分吧 听上去咱们好功力啊 挺好心的嘛 我觉得这几位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啊 如你们所见 弟弟的情况真的 很艰难 如果方便的话 希望你们帮帮地下的百姓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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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想 完全 用 很多 la 很 不好意思 自己 该 我也 Suit 我 他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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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我丈夫了嗎 高高的 瘦瘦的 長得還很帥 姐姐 這到什麼時候了 你還在開這種玩笑 別添亂了 哎呀 你還真的以為我在開玩笑啊 我看你在統計礦工名單我才過來問你的 哦 你在我這裡登記下名字吧 你們別過來啊 此路不通 誰都別想進來 你們藏在裡面幹嘛 不知道礦區現在出什麼事了嗎 跟我們有啥關係 別把我們跟那群地痞流氓混為一談 裡面有人受傷了嗎 這裡有醫生 你們把商人放出來吧 說得好聽 你敢保證沒人是來找茬的嗎 休想 誰都別想進來 這群傢伙 我早就給安東尼那礦頭說過了 就不該讓那些流浪者跟我們一起挖礦 要是沒有這些惹事的傢伙 我會在這裡受委屈嗎 你少說兩句吧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現在正是互相幫助的時候 我記得你的舅舅還是大伯 就是從卯丁鎮逃出來的 他們也是流浪者對吧 你會把他們也趕出去嗎 那可是我的親切 其他的流浪者我才管不著 匹克 哎 完蛋了 匹克那傢伙還在裡面睡覺 你就別動他了 那塔莎醫生讓你好好休息 你這傷口又裂開了怎麼辦 再說了 伊磊恩會把他帶出來的 那姑娘靠譜 怎麼伊磊恩也沒出來啊 走走走 哎呀 你就別瞎操心了 地火已經進去了 新發現的巨大礦脈 那兒應該就是衝突的中心吧 走 我們上高處看看 前面那個人 是在睡覺嗎 上去看看 說不定他需要幫忙 這都能睡著 好厲害的睡工 喂喂 起床啦 再睡下去屁股上要找蘑菇啦 蘑菇湯 哪有蘑菇湯 希兒小姐 你怎麼在這兒睡覺 不要小命了嘛 趕緊回休息去避難 避難 哎呦 我想起來了 有群混混不知道從哪兒冒了出來 跟匡隊大打出手 我當時困得要死 沒跑幾步路就被一個傢伙擒住了 還好地火出手相助 要不然我連這身工作服都要被扒走了 那夥人毫無道德底線 抽起風來什麼都搶 要不是地火 領著大礦區的控制權都要落到他們手上了 哎 說起來地火的人呢 是不是往深處去了 那兩幫人不會還在幹仗吧 看來奧列格首領應該就在前面 你趕緊去休息去找那塔吧 別又被流氓纏上 好嘞 謝謝你們 叫醒我 我還是回去再接著睡吧 我認得那邊的姑娘 是第一礦隊的伊磊恩 快 快上去看看她生事如何 伊磊恩 你還好嗎 傷勢嚴重嗎 汐兒 謝謝 我還好 只是關節有兩處扭傷 你們來的正是時候 那些流浪者一直在問機器人的事 可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你們還不清楚裡面的情況吧 大礦區裡圈已經被一群機器人佔領了 礦隊還是流浪者都沒法靠近 第三方勢力機器人出現了 我就說嘛 要真是人和人鬥 這故事就沒意思了 沒人知道機器人的來歷嗎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彩絕機出了集體故障 後來卻發現 那些機器根本就不是礦隊的資產 他們不知從哪兒湧了出來 一股腦就把我們和流浪者全趕出去了 還堵住了下道理圈的必經礦道 肯定不是礦隊的人 但是操作一台礦機就夠累的了 同時操控這麼多 不可能的 那只有一個答案了 史瓦羅大佬 史瓦羅 嗯 這名字聽著耳熟 記得在拳館擊敗的機器人嗎 啊 對啊 史瓦羅大佬的機器人 這個史瓦羅是什麼來頭 說來話長 反正不好惹 咱們還是趕緊去找其他人吧 伊蓮恩 你能自己走回休息區嗎 我沒問題的 夕兒和各位也一定要小心 和人類為敵的機器人 我從沒聽說過這種事 機器應該是無條件服從人類指令的 在地下 你沒見過的事可太多了 大小姐 這升降機是壞了嗎 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啊 你老惦記著這破牙幹嗎 還想下去當機器人的火把子呀 可 可是 要是就這麼撤了 咱們 豈不是什麼好處都沒撈到 笨不笨 去搶礦工呀 我親眼看見的 他們已經把一些地损裝帶了 正是下手的好機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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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真不要臉 居然還在打礦隊的主意 看我來收拾你們 爭鬥並無意義 我還挺能打的嘛 嘿 要開始了 哼 眼看形勢不對 撒腿就跑 也就這點出息了 誒 這是什麼東西 是剛才那幾個傢伙丟下的嗎 啊 啊 這 這是什麼 啤咚 正在搜索可能的使用者 啤咚 檢測到聲文 正在檢索聲文對應身份信息 天哪 居然還是個外星人 啤咚 什麼情況 這傢伙說話了 而且他還知道我們不是本地人 肯定不是這個世界的科技 看 他外殼上還有星際和平公司的標誌 說不定是被從前的星際旅行者 已留在這裡的老古董 啤咚 你才是老古董 你全家都是老古董 啤咚 無所謂了無所謂了 外星人 你們知道星際和平公司 那太好了 啤咚 自我介紹 我是家用巡物儀 理查德版本0.63專家型 年度豪華版 你稱查寶 家用巡物儀 原來公司還有這種產品呢 啤咚 本季腦波掃描模組已損壞 請在保修期承諾的 二百三十二年零八十四天內 將本產品送至星際和平家電門店 進行免費保修維護 外星人 請帶我去星際和平家電門店 進行維修 蛤 蛤 什麼啊 原來這傢伙已經壞掉了 怎麼辦 要帶他一起走嗎 雖然但是 我們應該沒有這種機制吧 把它帶上吧 反正也不占地方 就算它真的壞了 這裡四處都是垃圾箱 畢咚 不要垃圾箱 對對對 需要找東西的時候 互換茶寶就對了 那邊怎麼弄轟轟的 好像 有好多人在吵架 靠近點看看情況吧 欺軟怕硬的貨色 怎麼在石瓦羅的樓樓前頭 就支撂不起來了 你們爹媽沒教過什麼叫骨氣嗎 開玩笑 跟機器人拼命老子託個啥 你們也別裝乾淨 挖出這麼一大片地水 還遮遮掩著 毒食好吃嗎 這礦山本就是我們的地盤 礦隊沒日沒夜拼命趕工的時候 也沒見你們出半點力氣 連個耍嘴皮子縫酸屁的都沒有 成天好吃懶做 一門心思只想占別人便宜 居然還這麼理直氣壯 真不要臉 肚子都填不飽了 要臉管個屁喲 哦 我懂啊 你就盼著咱們全惡趴下 給你們礦隊省點口糧咯 跟你們講道理真是浪費口水 現在好了 你們鬧著一出大動靜 整片礦脈都被機器人霸佔了 誰都老不著好 是啊 曠脈是指望不上了 但你可別忘了 上了湯的傢伙 現在在誰手裡呢 你 你們想幹什麼 我警告你 地火還在附近 誰 少拿地火下午咱 他們忙著跟石瓦羅都喽喽玩呢 哪有空管你們 不想身上多個窟窿 就把帶的物資跟裝備都交出來 他們要動手 對面那軍礦工沒帶武器 豈有此理 這時候逞什麼個人英雄 我和你一起上 我也要參戰 不能讓這夥流氓為所欲為 哎呦呦呦呦 你們又是什麼人啊 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嗎 少廢話 這兒肯定不是你們的地盤 你們一起上吧 我趕時間 你們 規則 就是用來打破的 你 汐兒 還好你來了 要不然我們就 幾個混混而已 你們沒事就好 對了 安東尼娜 你見到奧烈格首領了嗎 奧烈格 他帶著一幫人下去理圈了 說是打算把侵入的機器人 都給趕走 他們去了有一陣子了 哼 要不是地火不在 那群混混哪敢這麼囂張 看來問題的核心 還是石瓦羅的機器人 普通機器人 是沒有自主意志的 他們的目的 其實就是石瓦羅的目的 這個大老 他是在營宗鐵位 被調理以後突然出現的 很快就成了下層去的地方一霸 石瓦羅自稱是人類的守護者 所有無主的機器人都聽他的號令 他們佔據了爐心枢紐 不允許任何人靠近 沒人知道石瓦羅為什麼要這麼幹 他平時很少離開爐心 但如果下層去哪裡發生了騷亂 他總會搀一腳 能號令機器人的人類守護者 我從沒聽說過這種事 你們那什麼鑄成者 看來也不是全知全能啊 你倆每句話都要半個嘴嗎 這都什麼時候了 先料正事吧 狂區里全這麼危險 咱們還進得去嗎 對 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 首領他們還在下面呢 一堆破銅爛鐵機器人而已 咱們可不怕的 噢 汐兒姑娘開始認可咱的實力了 實話實說而已 你們伸手確實不來 要是地火的人都有你們的功夫 也不至於被石瓦羅壓制得死死的了 安東妮娜 你能帶著礦隊返回入口 與那塔莎會合嗎 沒問題 到時你們要小心點啊 前面有很多機器人 這一天天的 都叫什麼事啊 史瓦羅 我哪會認識 再說了 現在地下這麼亂 大家都各掃門前雪的 誰還管其他人的事啊 我聽那些流浪者說 史瓦羅在爐心附近 保護了流浪者的營地 我以為是什麼大善人呢 就來幹這些破事 啊 你什麼意思 你是在指責我嗎 算了吧 我累了 沒什麼脾氣了 這些流浪者就算是無家可歸 但也是有尊嚴的 不可能一直接受別人的救濟過火 要想真正幫助他們越過難關 就應該給他們正當地工作 所以 我讓這些流浪者加入了礦隊 難道我做錯了嗎 啊 說到底 他們選擇拉幫結派 就是因為其他礦工 還沒有真正的接納流浪者 我早該注意到的 他們是群靠譜的傢伙 相信我 要是沒有他們 這裡早就跟毛丁鎮一樣 被怪物占領了 我準備帶著礦隊 去找納塔沙醫生了 你們自己保重吧 這條路對嗎 前面好像有路這 別說得好像你來過一樣 走 離近點看看 被堵得嚴嚴實實的 怎麼辦 要把這輛礦車炸掉嗎 慢著 這些都是礦隊的資產 可不薪水便破壞 還是想辦法把它修好吧 話是這麼說 你知道該怎麼修嗎 那當然 下層區哪個人不知道礦車的構造 讓我檢查一下 連結車體跟底盤的箱子壞了 後輪的輪對軸程也斷了 一看就是史瓦羅的樓落幹的 得在周圍找找能用的替換部件 真是浪費時間 畢咚 好夥伴們需要找東西嗎 茶寶可以幫忙 這傢伙怎麼自顧自地挑出來了 你的那什麼功能不是已經損壞了嗎 畢咚 腦部掃描模組確實已經損壞 但人工輸入搜尋功能 人可正常運行 來吧來吧 輸入你們想要尋找的誤解名字 查寶來幫忙 哼 這麼自信 那咱就試試吧 嗯 輸入見面在哪兒 啊 找到了 礦車箱子 礦車輪隊 確認 這樣就行了 畢咚 正在處理請求 畢咚 匹配成功 開始搜索遺失物件 礦車箱子 畢咚 發現近似物件 請遵循家用巡物遺安全使用指南 開始搜索指引 畢咚 星際和平家電 您最可靠的夥伴 畢咚畢咚 發現近似目標物件 本次搜索已結束 即將進入休眠模式 讓我看看 嗯 這部件勉強能用 這小東西還挺能幹的嘛 畢咚 怎麼樣 對茶寶刮目相看了吧 哇 這也太方便了吧 以後如果單衡再走丟了的話 是不是也能用茶寶找到它 畢咚 目前暫不支持搜尋有機生命體的功能 詳情請追電 星際和平家電門店諮詢 想法倒是不錯 繼續找下個部件吧 畢咚 開始搜索儀式物件 礦車輪隊 畢咚畢咚 發現近似物件 請遵循家用巡物遺安全使用指南 開始搜索指引 畢咚 畢咚 星際和平家電 您最可靠的夥伴 畢咚 畢咚 根據用戶協議 本集不保證搜索結果真實可靠 鄉親可制電 星際和平家電門店諮詢 畢咚 根據您的搜索歷史 才您喜歡 人形自走戰術微波爐 跳一下 以取消個性化廣告服務 畢咚 根據用戶協議 本集不保證搜索結果真實可靠 鄉親可制電 星際和平家電門店諮詢 畢咚 您想何時前往 星際和平家電門店 查寶將為您在日曆中 生成提醒事項 畢咚 根據用戶協議 本集不保證搜索結果 畢咚畢咚 發現近似目標物件 本次搜索已結束 即將進入休眠模式 這下就齊全了 嘿嘿 幫大忙了查寶 畢咚畢咚 不用謝 星際和平家電 你最可靠的夥伴 畢咚 本次搜索完畢 進入休眠模式 請及時為家用巡物儀充電 咱們運氣可真好 要是沒有查寶 估計得花上半天才能找到這些零件吧 那倒也不至於 不過這小玩意兒確實挺方便的 好了 快回去修礦車吧 不然 汐兒要親自動手嗎 不然呢 下層去幹什麼都得自食其力 你們也學著點 這下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哼 手腳還挺麻利的嘛 我還以為你們個個都是嬌生慣癢 沒幹過粗活呢 準備發車啦 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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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礦道估計已經被機器人佔領了 走路小心點 停 停停停 哇 那邊有個凶神惡煞的大家伙 那種型號 是史瓦羅的狗腿子沒錯了 不用怕 我有對付他的經驗 我們上吧 不然呢 切記衝動行事 不請自來呢 生死敘事 一念只縱天幻化 長夢一絕 不 站在近處看這片狂脈 感覺更加壯觀了 不知道地下能不能撐到他被挖空的那天 唉 這片狂脈 大家就是為了他 史瓦羅先生 你看 好大的狂脈呀 克蘭拉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地水 正在計算 基於平均開採效率 這片狂脈 可以維繫貝洛伯格231天 征服物差7天的能量供給 但你召喚我來 應該不是為了這些狂脈 說出你真正的想法吧 克蘭拉 對 我是想讓史瓦羅先生看到 有很多流浪者和狂脈子受了傷 你能幫幫他們嗎 我已經阻止了雙方陣營的爭端 暫時控制了開採區域 評估結果 三十日內無突發變量 不會發生大規模邪鬥衝突 我明白史瓦羅先生的用意 只是 克蘭拉覺得 只有這樣還不夠 礦隊還有地火的各位 還是不理解史瓦羅先生的初衷 要是我們能為大家多做些事 我的任務是存戶下層區 少數樣本的新人 在計算中是多餘的 人類的行為 永遠偏離離心的計算 克蘭拉 他們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證明 史瓦羅 上次的賬還沒跟你算清楚呢 離數地火的希兒 你們的抵抗是無價值的 計算結果非常清晰 留在下層是最優的生存策略 又來了 什麼計算結果生存策略 我可沒空替你長篇大論 趕緊把你手下的雜魚撤走 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你看 克蘭拉 即使在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下 人類也無法避免分裂與爭鬥 但是 是萬羅先生 試圖顛覆計算結果的人類 是對下層區生存戰略的巨大威脅 計算完成 結論已經明確 用無力式低火及其同火服從 是效率最高的方案 而且穿著打扮挺有品味 啊 喂 她不會是想撤了吧 那個紅衣服的小姑娘怎麼辦 我們走 克蘭拉 出現外來變量 計算重啟 鲁心樞紐需要有人守衛 是嗎 米爾斯 拜託了 請不要下手太重 哼 樓樓揍膩了 總算上了道硬材 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切記衝動行事 切記衝動行事 一切都是星辰的選擇 星星啊 向開拓者們賜予你真正的祝福吧 算你們運氣不好 算你們運氣不好 生死虛實 一念之間 動天幻化 長夢一絕 真不懂禮貌 嘿嘿 有點本事 史瓦羅手下還有多少這樣的大家伙啊 很多 這也是地火一直拿他沒辦法的原因 史瓦羅的勢力太強大 靠我們的人手 根本撼動不了 我不是說了嗎 那傢伙很少挪窩 幾乎不會離開卢心 就算偶爾離開了 他也不會在外面多待 總是把事丟給手下 而且 也許因為柯拉拉也在吧 哦 就是那個紅衣服的丫頭 她似乎跟史瓦羅關係很好 總是跟在她身後 我第一次看見的時候也理解不了 現在早就見怪不怪了 趕緊去找首領吧 不用到處找我了啊 希兒 幹得不錯 希兒 我們被一群不知哪兒來的機器人前後夾攻 本來都以為要打場持久戰了 首領 大家都還好嗎 有沒有人受傷 沒事 早習慣了 難纏的機器人雜牌軍都被趕回去了 狂區應該能暫且消停一戰 你的這幾位同伴是 啊 他們啊 是桑伯不知從哪兒帶下來的外來者 因為有求於地貨才跟我一起下來的 說來話長 還是留給他們自己解釋吧 這話我可是好久沒聽過了 我記住你了 地火歡迎真誠的朋友 所以你們費這麼大的力氣來這兒找地火 是要我們幫什麼忙嗎 沒想到你們還在上面演了這麼一齣戲 真是精彩 這還真新鮮 地火連地下都快顧不過來了 沒想到還有外來者找咱們幫忙 你們說的這個星河 我沒聽過 不知道 但如果是連本地人都沒聽說過的秘密 我腦袋裡倒是有個名字 現任大守護者不過是個騙子 他用花言巧語欺騙了夏層驅 而且壓根不在乎我們的生存患 別再說了 我不容許你在我面前 侮辱守護者大人 上層驅的丫頭 我說的話聽著字耳 但是句句屬實 你可以跟曠震的人打聽打聽 看看他們這些年是怎麼挨過來的 下層驅對你們的怨氣 光靠這兩三句話可解釋不清 鐵個丫頭 當我尊重你的要求 不說了不說了 說回正題吧 我剛才想到的人 就是史瓦羅 那個史瓦羅 他是你們地火的死對頭吧 他只是地下的一台機器人 為何會知道重要的秘密 死對頭 我可不這麼想 在我看來 他就像這位小哥說的 是台冷冰冰的機器 只認自己計算出來的死道理 史瓦羅不是在和地火作對 或者該說 那傢伙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裡 他可是經歷過 那場戰爭的遠古機器人 如果你們再找的是個 有點年頭的東西 那沒有比他更好的消息員了 你不能以貌取人哪 其實我也有幾百歲了 可你看不出來吧 我知道二十多個長生種族 都不找你這樣 可惡 你就不能捧個場嗎 機器人不會遺忘 如果連史瓦羅都不知道星河是什麼 那我真的愛莫能助了 所以 我們得想辦法讓史瓦羅 願意和我們溝通 或者交出他的記憶庫 我們自己找也行 該怎麼做 我們一直想跟那傢伙談判 但每次都被拒之門外 他認定地火是個威脅 不過 如果是你們幾個的話 可不好說 具體辦法 等明天再討論也不遲 時候不早了 你們也折頭壞了吧 回鎮上休息 一切我來安排 又安排休息 我對這個世界的休息 都有心理陰影了 至於你鐵威丫頭 有空嗎 我想單獨跟你聊聊 地火 流浪者 施瓦羅 下層去的變化 遠比我想像中的更加激烈 啊 銀宗鐵威離開之後 地下到底經歷了什麼 抱歉 你有話要跟我說 他想要聊的內容 我心裡大概有數 就算奧烈格不找我 我也會主動找到他的 作為地下住民 他們肯定有很多抱怨想要發現 而作為銀宗鐵威 我也有很多情況需要確認 僅此而已 按照奧烈格的說法 那是參加過七百年前 保衛戰爭的機器人 擁有與人類接近的智能 統治著地下機械 鑄成者們 曾在那場戰爭中 創造了驚人的機械士兵 但大部分機械 都在慘烈的戰爭中損壞 技術也沒有保留下來 如果奧烈格所言非虛 那麼施瓦羅 就是從舊時代裡遺漏下來的 鑄成者產物 有嗎 我倒沒什麼印象了 我接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 能在任何情況下 與戰士們協同作戰 我承認 但那個希爾天賦過人 我們兩個 配合得確實不錯 不過就僅此而已了 謝謝你的關心 你們先回鎮上吧 我和奧烈格談完就回去 好 是你啊 小姑娘 這裡不適合聊天 有事長話短說吧 她呀 她是舊時代的智能機器人 地下剛開始建設時就存在了 我知道的就這麼些 現在的施瓦羅 算是巨手 爐心枢紐的一樁硬柴 很多流浪者在枢紐附近 建立了營地 尋求施瓦羅的保護 事情的大概 你已經聽娜塔莎講過了嗎 礦工和流浪者 因為礦脈大打出手 施瓦羅的手下 他將所有的人都趕了出去 就像你看到的 施瓦羅把所有人趕出去之後 就離開了 很顯然 他對這個礦脈並不感興趣 要我說 他也算是制止了地下的衝突 只不過方式簡單粗暴 毫無人味 他的行為就像是在說 只要把人都趕走了 他就沒有衝突了 我聽說他是追捕你們的銀宗鐵位 還以為你們之間挺不對付的 你在擔心鐵位丫頭 現在是合作關係 我明白了 放心吧 我不為難他 銀宗鐵位已經消失很久了 作為地下住民 我只是有一些問題想要問問他而已 時候不早了 你們也早點回鎮上休息吧 你們挺有本事的呀 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儘管開口 相信哪有那麼容易 我只是覺得你們人還行 至少你們拿得出實際行動 不僅僅是嘴上說說 對了 我再確認一下 那個叫布羅尼亞的大小姐 真的是銀宗鐵位嗎 她能帶兵 那還挺了不起的嘛 只是 但是 我以為銀宗鐵位都是冷酷無情的 他們讓整個下層自生自滅 和他給我的感覺 不但一樣 就這樣吧 我還有事要向首領報告 不陪你們了 時間還早 現在去哪兒 現在去哪兒 你們就是奧烈格介紹的貴客吧 歡迎入住哥德大飯店 你是不是見過地上那家七派的哥德賓館呀 有些不好的回憶用上來了 那是咱們大飯店的分店 幾百年前 哥德家一位前輩白手起家 一心相信自己能做大做強 最後 他終於完成了夢想 在地上最黃金的地段 開了自己的分店 嗯 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好勵志呀 奧烈格要我好好款待你們 鑰匙拿好嘞 是咱們這兒最寬敞的客房 怎麼說 今天就這麼歇了 還是在四處轉轉 又是休息時間 希望這次別再出什麼幼蛾子了 那個奧烈格 起碼看上去還挺誠懇的 你們說呢 驕傲吧 他說話已經有你的範了 與我無關 不過問我的話 只能說 防人之心不可無 聽你的 防著防著 畢竟上次在旅店被人捅刀子 彷彿就在昨天 今晚派人守夜吧 守 守夜 這麼復古嗎 那不是奇幻小說裡的冒險團 才會幹的事嗎 哦 突然 有股睡意 你似乎很疲憊 不用勉強自己 交給我吧 我來守夜吧 布羅尼啊 你跟那個奧烈格聊完了 他沒故意刁難你吧 沒什麼 話不投機 有些事我們沒法達成共識 一下子得知了太多 今晚我怕是睡不著了 要是你們信得過我 就把放少的事交給我吧 不是信不過你哈 但讓你守夜 我還不大放心 你一個鐵衛軍官跑到地下來 出事的可能性比我們還大吧 如果他們有近似的想法 我也不能怪他們 銀宗鐵衛 確實欠下層人的 如果當初能有人站出來 跟可可利亞大人講清楚 那樣做的後果 算了 馬後跑沒有意義 不必擔心我的安全 地火的奧烈格保證不會傷害我 我相信他那樣的人會說到做的 去休息吧 在這間的火的奧烈格保證 有甚麼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用 那些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做的 我發現看到火的奧烈格保證會 有些人會想要有些人會想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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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个声音 这个梦 也太诡异了 毫无睡意 起来走走吧 是谁 谁在那儿 原来是你 下次别再从背后接近了 你该庆幸 我手上没拿武器 你也睡不着吗 需要有个人管管你了 正好 这里没有旁人 我能问你些事吗 那个所谓的星河 假设真的找到了他 你没有多大把握能阻止韩朝 他是你们的领袖吗 感觉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笃定 其实 我很难相信你们的说法 对于一直生活在贝洛伯格的人而言 你们提到的那些名词 太遥远了 在我看来 可可利亚大人的命令 将你们逮捕才是合理的 但母亲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她一定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一些我尚且觉察不出的东西 这让我很困扰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但命令就是命令 军人不该过度揣摩命令 这不用你提醒 我也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 但履行义务的责任心 总是会占到上风 过去 上层去的士兵们 不断在前线丢掉性命 但劣界扩张的脚步 却丝毫没有减缓 于是她把所有银宗铁威 调去前线 封锁上下层的往来 只保留攻击和地水交换的通道 这个军策 我曾经是认同的 可是缺少了银宗铁威的下层 居然惨霸到这般地步 或许母亲的决定错了 可我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我试过了 但她听不进去 我找不到方法 你的意思是 不行 这个念头太可怕了 绝对不行 不可能 越想越乱 越乱越想 根本找不着方向 我只是希望贝露伯格的人民 能过山更好的生活 或许你说得对 或许不对 现在 我还要想想 陪我在这地下走走吧 暂时忘掉这些烦心事 不知多久没像这样散步了 想不到会在陌生的地方 跟刚认识不久的人一起 这里好安静啊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周围越安静 脑海里的咱 我想 大矿区里的流浪者 也许是走投无路了吧 居然把手伸向无辜的矿队 但抛开各种背景或苦衷 罪行就是罪行 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 执法者到底该如何 在公义和情理之间 找到平衡 你靠手头上的物资 还能撑多久 那是 希儿的声音 我们上去看看 我知道了 那我就去一趟卯丁镇 帮你把东西拿回来 你一个人去也太冒险了 让奥烈格派人和你一起吧 大叔他们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还是先歇歇吧 硬撑着上 也帮不上我的忙啊 反而累赘 再者 你不是说了吗 有些矿工伤势很重 时间就是生命啊 你们不是在休息吗 这个点出门做什么 没打什么坏主意吧 睡不着觉出来走走而已 请你收回无端的指控 哼 那去别处走吧 希儿 别急啊 他们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是吗 怪不得你身上 散发着主人翁的气质 是这样的 之前矿区那件事 很多人都受了伤 诊所人满为患了 你们帮忙平息了骚乱后 希儿和我一直忙着照顾伤员 你也知道 地下的资源一直很紧缺 加上事发突然 诊所的衣量物资快要见底了 我们得从别处弄一些过来 哼 别的阵子的状况比我们还差呢 矿区之所以流浪者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猎界在地下蔓延 到处都是游荡的怪物 每个阵子都深受其扰 赖以为生的物资设备 都被猎界吞掉了 想从里边捞点东西出来 都得冒着生命危险 别这么激动 希儿 这对身体不好 我和希儿 其实都不是在这阵上长大的 我们来自北边的一座工业小镇 他的主城区 几年前就被猎界渗透了 我原本在那里 管理一家孤儿院间诊所 但轻事发生了 就不得不搬来这盘炎镇 毕竟得先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才有机会救治更多的人 是要去被侵蚀的城区里 收集可用的物资吗 送我一个 你要一起来吗 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 嘿 慢着 我还没答应让你加入呢 事关人命 多一个帮手没坏处吧 正好我有不少应付 烈界的经验 一定帮得上忙 那 你别扯我的后腿 希儿没有拒绝 就是已经认可你们了 有你们陪着她 我也能放心了 来吧 我给你们列一个物资清单 你们要去的地方叫卯丁镇 顺着北方的山路走下去 不用多久就能看到她了 让我想想 用来固定断骨的钢板和绷带 快用完了 卯丁镇的中心有一片急事 镇鸣撤离的时候还堆着不少混物 辛苦你们去找找吧 然后是一用酒精 我在孤儿院团了不少 因为孩子们经常打架 撤离的时候我没有带走 希望还没过期 最后是止痛剂 应该还有一批存在旧实验室里 希望没被怪物毁掉 嗯 有这些应该就够应付一阵子了 你们一路小心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钢板和绷带 医用酒精 还有止痛剂 记住了 小菜一碟 出发吧 争取在傍晚之前赶回来 早点把那些病号安顿好 我就能早点从他们的鬼窟神号里解脱出来 要是我们没有刚好路过 你真打算一个人冲进猎界 对啊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早就习惯了 太鲁莽了 根据银宗铁卫的军规 巡查猎界至少需要四人为一组 还必须配备专门的通讯官 你也说了 那是银宗铁卫的规矩 别把它套在我们身上 感谢你 要不是遇到你们两个 汐儿就要一个人去猎界冒险了 我知道她不是第一次应付这种事 但一想到她要对付那些畸形的怪物 我总是止不住会担心 毕竟我一路看着她长大 可不希望她有个三长两短 汐儿她 从小就是这个性格 好强 冲动 对陌生人来说有些难以接近 但她其实 是值得托付性命的伙伴 只要再相处一段时间 你们会明白的 二十八 二十七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银宾 啊 熟悉的景色 走吧 当心点脚下 我很久没回来过了 里头怕是有不少怪物 这里什么也看不到 找个高点的地方观望一下吧 那边 远处山坡上的那幢房子 就是纳塔莎以前的孤儿院 奥列格大叔捡到我以后 就把我送到了那里 我童年的一大半时间 都是在孤儿院里过的 听纳塔莎说 那座房子是从前某位富商捐赠的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 肯定是个大好人 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现在想想还真怀念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哑巴了吗 不 我只是觉得有点熟悉 没事 怪人 你们往下看 看到那些杂乱的摊位了吗 那是卯丁镇的集市广场 纳塔莎想要的物资 估计就对放在那儿 小心怪物 继续前进吧 小心 前面有敌人 这些家伙可不是流浪者 他们不会 你不用把我当新手 我很熟悉猎界里的怪物 准备好了 就动手吧 以自己的意志 这是 餐厅 嗯 镇上口碑最好的一家 纳塔会带表现好的孩子 来改善伙食 那 他带你来过吗 我像那种乖小孩吗 当然没有 松球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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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设备好像维护得不错 不像被遗弃很久的样子 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有点 难道这阵子还有人住 不可能啊 那边堆了好多货箱 可能有我们想找的东西 小心周围的怪物 有必要的话 先把这片区域 清理干净再说 该死 怎么全是空的 怪物还会翻箱子吗 猎截生物 不需要人类的物资 它们抢东西也不会这么 有理吗 你的意思是 有人抢先我们一步 只是猜测 瞧 这边的地上还有踩踏的痕迹 泥土的味道还很新鲜 对方应该没离开太久 走 就算把这片市集翻个底朝天 也得把东西找出来 原来是这样的 埃里克 喂 小鬼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 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危险吗 你 你管得着我吗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跟你们没关系 你把物资都藏到这儿了 挺能干呀 不过 要是我们没解决游荡的怪物 你打算怎么办啊 一直躲在角落里发抖吗 谁 谁要你们都管闲事 我本来马上就能逃走了 根本用不着大人帮忙 还是这么嘴硬 那你倒是说说 你打算怎么当着怪物的面 带走几大捆钢板啊 这 这个 总 总会有办法的 你不用跟他客气 这小鬼是出了名的毛贼 没记错的话 你这衣服也是从其他孩子那儿偷来的吧 那 那是 说真的 你要钢板跟纱布有什么用 我们可是要拿他们救人的 200 200 200东城顿 我没听错吧 你居然还想谈条件 我尹 我出任务的时候都不带钱包的 你还真打算给他钱呢 都跟你说了 这是他的惯用伎俩 才不是 这回不一样 我需要钱 因为老爹他 又把你老爹搬出来当挡箭牌 要是让他知道你总这么干 准没你好果子吃 汐儿 够了 别再说了 埃里克 对吧 这个给你 拿着 这是一枚奖章 助成者授予我的 看见中间这块蓝色的石头了吗 那是纯度最高的地随捷径 你是因为家人的原因才需要钱 对吧 拿着它 稍微有点见识的买家 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价值 谢谢姐姐 我 但是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再也不准偷别人的东西了 能做到吗 我 我知道了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偷东西了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如果食言的话 我会亲自带铁卫来抓你哦 奖章收好 赶紧回镇上去吧 路上的障碍 我们已经清理干净了 谢谢你 不知道名字的姐姐 这些东西 你们都拿去吧 你们 你们也要小心 高处的房子那里 好像有很可怕的东西 哦 对了 市集正面的路被堵住了 你们要接着往前的话 得从商店街绕路才行 嗯 我们知道了 多谢提醒 那玩意儿 对你来说挺贵重的吧 就这么送给埃里克 没关系吗 如果能让她彻底改过 付出这点代价 算不了什么 哼 万一她还是没有悔改呢 从小到大 母亲一直教我宽容 教我存护人们内心的善意 哪怕自身只是一缕微光 也要努力照亮他人 我得给她这个机会 希儿 因为别人给不了她 你说话可真难懂 咱们接着赶路吧 埃里克说 继续前进的话 得从商业街绕路 我还隐约有点印象 往这边走 再坚持一下 就是这条路 我没记错 顺着她走下去 尽头就是孤儿院了 这些店铺和招牌 总觉得我以前见过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从这里上去 就到孤儿院的入口了 不知道那里变成什么样了 说不定还能看到 些熟悉的景象 这些阶梯 感觉便窄了不少 就快到了 没想到这里保存得还算完整 要是当时大家就能团结起来对抗猎戒 说不定我们不用这么快就抛弃家园 我们到了 居然已经隔了这么久了 这里倒是一点都没变 前面好像堆了很多杂物 过去看看有没有那塔需要的酒精吧 这些箱子已经放在这好多年了吧 确定里面还有能用的物资吗 你该不会以为下层去的人还会在乎保质期吧 有的用就不错了 没有 没有 空的 怎么全是空的 到底是谁 小心 背后有敌人 我只在禁区前线见过这种怪物 管你是谁 居然敢从背后偷袭 你 我可不会放过你 切记冲动行事 生死虚实 移动天幻化 长梦已绝 哼 不过如此吗 你瞧不起我 不过跟你们一块战斗 确实很痛快就是了 这下周围应该就清静了 我们接着到里面找找吧 那边的角落里 我依稀记得有些存货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户外打闹 皮外伤是常有的事 但愿物资没被刚才那家伙毁掉 不是幻觉 你在说啥 这桩建筑 还有这些小孩子的游异设施 我见过 少来 上下层封锁十来年 一个营宗铁卫也没下来过 你这样的大小姐光临弟弟 那绝对是个大新闻 等会儿 难道在那之前 有这个可能性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什么我的记忆这么模糊 走吧 我得再多看看周围才能确定 你 这鞦韆上全是灰 喂 别做 太脏了 真让人怀念啊 还记得我有一次荡得太高 把旁边所有人都吓出一身汗 当个鞦韆也能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一门心思想飞上天去 把自己当到上层去看看 太危险了 你能活到现在 真是个奇迹 谁说不是呢 这上面是什么 小孩子的玩具吗 是啊 你选一个吧 红的还是蓝的 蓝色的吧 你看 这都十几年了 这上面的牙印居然还在 牙印 我记起来了 当时有个大孩子想跟我抢玩具 我拗不过他 所以干脆就把他紧紧咬住 真粗意 只剩这里没找了 但愿我没记错 这是 找到了 太棒了 几乎完好无损 那他估计也想不到吧 他几年前存放的物资 居然保存得这么好 酒精这种东西 还是检查下保质期吧 如果过期了就没什么效用了 嗯 说得也是 那我拿几瓶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 我小时候的东西 你 你小时候 你确定吗 我现在记起来了 我以前 住在这里 你 就在助成者将我带走 可可利亚大人收养我之前 我住在这里 我 是下层去的人 你是 下层去人 不对 你说可可利亚 你是那个大守护者的养女 那 是的 我是住成者指定的继承人 将来 我会成为领导贝洛伯格的守护者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想起来 小时候的记忆 好模糊 住成者们说过 对守护者继承人的挑选 会在整个贝洛伯格范围内进行 过程短则几年 长则数十年 这段时间里 上下层区每个到了年纪的孩子 都会接受测试 最终 只有一个拥有资格的孩子 会被选中 我好像 就是在这里被选中 然后被带上地面的 孤儿院的孩子总是来来去去 真没想到 我们中居然出了个未来的大守护者 那他知道这是吗 难道他一直瞒着 我不觉得他知道 守护者继承人的选拔是绝对的机密 被选中的孩子 必须完全告别过去 所以我才会成为可可利亚大人的女儿 除了下一任守护者 我没有别的身份 但我 我差得太远了 我每天都目睹铁尉战士在烈界里牺牲 却始终下不定决心 改变母亲大人的想法 我明明知道下层去在受苦 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曾经的家园 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却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到头来 我什么都守护不了 这样的我为什么会被选中 我怎么能胜任 喂 你说够了没有 哭哭唧唧的吵死了 我 干嘛 自我感动几句 以为我会同情你吗 你可以躲在宫殿里胡思乱想 上前线也不用拿自己的命去赌 可下层去的人呢 有上顿没下顿 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哪怕自身只是伴侣微光 也要照亮他人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不是想保护所有人吗 比起在这儿哭哭啼啼 你就没有更要紧的事做了吗 的确 自怜自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谢谢你希儿 通常我先进负面思绪的时候 旁边总是安抚的声音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 直接把我敲醒 安抚我不会 打醒你 要几次都行 我一看就知道 你心里的包袱太重了 干嘛把自己逼到那种地步啊 身为贝洛伯格未来的守护者 我必须随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是是是 大小姐 未来的大守护者 居然和我出身同一个孤儿院 真是孽缘 哎 要不要我带你在孤儿院周围转转 跟你不一样 小时候的事 我可都记得一清二楚 嗯 那我就 稍微陪你走神一下会儿吧 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 还是让那两个人独处一会儿吧 要找的只剩下止痛剂了 在附近找找吧 来死 来死 这声音是 找到了 就在这里 谢谢你 帕金斯 不用谢 克拉拉 警告 警告 发现威胁 保护克拉拉 开启主动防卫模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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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这个人 他 他不是坏人 对吧 收到指令 威胁消除 主动防卫模式 关闭 这个地方很危险 姐姐快回去吧 我 可莱拉也是为了这些止痛剂来的 流浪者营地有很多受伤的人 矿队也一样吧 要是大家 要是大家 能和平共处就好了 给 这些药给你 希望有用 尸瓦罗 先生他 他是克拉拉的家人 我很小的时候 就遇到了尸瓦罗先生 是他把我带在身边养大 让我成为了他的家人 之前在大矿区的事 真是对不起 尸瓦罗先生不信任除了克拉拉以外的人类 尤其是地火的各位 施瓦罗先生没有伤害大家的意思 他只是相信自己的计算结果 他觉得和人们交涉的效率总是很低 地火的大家想要带人们离开夏丛 但是施瓦罗先生希望大家留在这里 因为在他的计算里 地上已经不再安全了 至少在施瓦罗先生的计算里 是这样没错 施瓦罗先生说 他的职责是存户 为此 他必须做出能够保存人类的决定 我知道地火的大家都会想和施瓦罗先生谈谈 但不管来多少次 施瓦罗先生的态度都不会转变的 所以 请相信克拉拉 克拉拉会尽力去说服施瓦罗先生 迟早有一天 他能听进去我的话 克拉拉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 地火的希儿姐姐 我来这里是为了 你为什么要帮流浪者找药 他们不是本事很大吗 怎么好意思让一个小姑娘跑东跑西啊 不 不是这样的 克拉拉没有受人委托 只是 流浪者们的生存条件很差 他们的聚落里也没有诊所 所以克拉拉才想来帮帮他们 而且 其实他们不都是坏人 大家都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小姐姐 这批药原来是那塔莎姐姐的吗 那 可以给我一些吗 流浪者们也伤得很重 我知道了 那这些止痛剂咱们就平分了吧 真 真的可以吗 不用问那塔莎姐姐的意思 我了解那塔 她不会介意的 虽说这样会让我俩的善后工作翻倍 不过她肯定能理解 一向都是这么过来的 那真是太好了 谢谢希儿姐姐 要走了吗 这救阵太危险了 我们送你一段吧 没 没关系的 可拉拉还有派金斯陪 而且 我在这里还有些东西要找 我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小心 钢板和纱布 医用酒精 只通计 好 这样就齐活了 快走吧 我预估的时间应该还赶得上 回盘岩镇找纳塔莎交差吧 还好 我预估的时间 我预估了 我预估的时间 还好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儿 纳塔 我们回来了 不愧是希儿 永远都这么准时 怎么样 你们找到能用的物资了吗 我预估了 我来看看 钢板 纱布 纸通计 医用酒精 太好了 需要的物资都齐全了 就是纸通计的分量稍微少了些 储藏室那边出了什么情况吗 可拉拉 那孩子的话 我大概明白 她是想照顾受伤的流浪者吧 可拉拉一直很善良 我认为你们做了正确的决定 不过这么一来 我得好好规划下用药的伎俩了 不怕 有我帮你 不用了 陈所交给我就好 你们三个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 奥列格 还有那两位小伙伴 他们正等着呢 我认为你 当然没太大关系 我看那两个孩子精神得很呢 奥列格大叔是想谈谈史瓦罗的事吧 我们得走了 不好意思 纳塔儿 伤员就麻烦你了 嗯 放心吧 祝你们顺利呀 啊 怎么 这就困了 你不累吗 一晚上没休息了 我的最高记录可是六天不合眼 你还得加把劲啊 哎 他们总算回来了 啊 这有什么 不打招呼就消失的记录保持者在这儿呢 不知道你骄傲什么 这下人都齐了 那我就直入主题 关于你们上次说的星河 还有在上层区的遭遇 这两位年轻人 又从头帮我捋了一遍 上次见到可可利亚 她还是个做派强势的小丫头 没想到当上守护者以后 只能说 我对你们的遭遇表示同情 放心吧 地伙不会干背后捅刀子的事 虽然你们的计划 跟矿工喝醉以后的胡言乱语差不多 但至少指了条路 下层人早已无路可走 事已至此 我宁愿在你们身上堵一把 放心吧 大叔 我们会证明你没心作人 也不是矿工喝醉以后的胡言乱语 好 那就把目光放得现实一点 你们几个想知道星河的下落 而我们地伙想解除下层区的封锁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都是十瓦罗 不解决那个大佬 后面的东西都是废话 哼 他是个机器人 听得懂什么啊 直接砍翻那头废铁最快了 没错 我们得做好两手准备 能和平解决问题当然最好 但假如情况有变 也得时刻做好使用武力的准备 地伙多次尝试跟史瓦罗接触 但每次都被拒之门外 那家伙压根不打算跟我们对话 以我们的实力来应的风险极大 史瓦罗的机器人不怕牺牲 我却不想拿下层百姓的命冒险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的到来 让史瓦罗也承认出现外来变量 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虽然不清楚原委 但也许你们有机会说动的 嗯 那是最好 哈哈哈 瞧咱们这小算盘打的 想的是真美啊 哎呀 等你们真到了史瓦罗的地盘就懂了 这地下从来就没有那么顺利的事 怎么说铁尾丫头 我们这一圈人里 就你没有必须跟史瓦罗死磕到底的理由 我倒想听听你的打算 下层区也是贝洛伯格的一部分 如果史瓦罗的存在威胁到了这里的居民 我当然站在你们这一边 很好 不愧是要接过守护者担子的姑娘 觉悟很高啊 既然我们统一战线 就没必要再耽搁了 走吧 我安排了向导带你们去找史瓦罗 地火一向跟史瓦罗交恶 跟着你们只怕引起误会 帮了盗盟 我们会在不远处待命 如果事态不对 地火立刻赶到 希儿 再带外来者朋友一程吧 交给我吧 头儿 虎客 是你 这我是真的没想到 原来如此 阎淑岛也是地火的 是我漆黑的虎客没错 找我有事吗 小朋友 应该是误会 是我呀朋友们 奥利格派我来给你们带个路 实在太让我伤心了 你们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想到了 却没想起我 行了行了 计较这个干嘛呀 我倒想问你 我倒想问你 地火谁都知道史瓦罗的老巢在哪儿 要你这个向导干嘛 嗨 树叶有专攻呗 地火虽然知道史瓦罗的根据地在哪儿 可从来没进去过呀 你进去过 没有 但那机械居落上下我摸了个遍 收集了不少线索 保证能帮上你们的大忙 哎哟 这叫什么话 天底下还有比我桑伯更言行一致的人吗 天地可见 我桑伯真是一片热忱 哎 行了行了 我们信你还不行吗 快点带路吧 嘿嘿嘿 好嘞 那你们可跟紧啦 桑伯 我们到了没啊 哎 老妹儿 你不至于隔一分钟问一次吧 再两步 再往前走两步就到了 这是史瓦罗的老巢 我还以为是个冷冰冰的地方 居然这么热闹 很多流浪者都暂住在这里 他们的老家被列界的怪物占据了 在史瓦罗的眼皮底下扎营 不觉得危险吗 不会 史瓦罗虽然霸道 但从不无故攻击人类 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 这地方反而安全 要不是搬走得早 说不定我现在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呢 听说了没 那些蠢货好像在矿区打起来了 还是靠史瓦罗大佬出面才摆平的 我早说过 这地下就只有史瓦罗大佬能罩着我们 跟着他混准没错 说 你说呢 哑 哑巴啦 你三句不离史瓦罗大佬 我听腻了 没办法 这是事实啊 你看看我们周围这堆货色 没了史瓦罗大佬 全都得饿死 哎呀呀 这地方可真是泥沙俱下 啥人都有 赵子放亮点伙计们 别被这些家伙给骗了 你不骗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小姑娘 你可真记仇 我 我 有了几个小医疗物资 谁弄来的 估计是克拉拉吧 我想不到还有谁会这么好心了 克拉拉是谁 也是流浪者吗 那孩子和你我可不能相提并论呢 他是史瓦罗大佬信赖的家人 机器人的家人 等你再待上一段时间就懂了 不不不 微晶单元不能插在散热机板上 谁说的 矿灯巴列维提过 要从古代遗物的接口 去考虑它的零件拼合 要让机器动起来 微晶单元得与操作制动模块接上 不然机器就还是一坨废铁 你姓巴列维可就完蛋了 这老笨蛋 上次这么做 他就被点了个人仰马翻的 兄弟 你得请教真正的聪明人 要谈怎么修好机器 没人比马雷夫更懂行 我亲眼瞧见过 他把微晶导体单元 接上逻辑控制中枢 点亮了一台振动钻头 马雷夫 他跟他弟弟 连古代遗物的真假都分不清 我听说啊 假虎的娘娘枪骗了 你这是凭空无人清白 你这是凭空无人清白 震撼心灵的陷阱 孤独的孩子看头顶的月 冷漠的城市飘冰冷的雪 沉默沮丧 看不透眼界这残破景象 要守护你 要守护她 乌有的女王说空虚的话 生自地下也成长于地下 命令却让她回不了家 顾不上尊严顾不上生死 只想去找她的爸爸妈妈 一点点火一点点光 深夜她决定逃出这地方 冰头和饥饿在不断的呼喊她咬着牙 逃离了城市中央 气地大塌 气地大塌 黑暗中伸出了她的着牙 虎猪嘴柳主席不发出声响 心肌雕快知习受不了惊petto 寒风吹过 荧光山术 难以强生的意识渐弱 大雪纷飞在也闭上脸 爸妈的声音开始渐行渐远 贝鲁伯格的夜 谎言藏不住很远 那女人愣着眼 旁观发生的一切 贝鲁伯格的夜 谎言灭不了火焰 她最后的笑容 与试着黎明长弦 别乱动 我马上就把你修好 我是应该进阶线牧场的旧款式 零件并不值钱 你 你在说啥呢 我才不会把你的零件拿去卖呢 好沉的大门 好嘞 看我的 芝麻开门 那是什么 密码吗 童话故事里的口令 在这里不可能奏效吧 我正想说呢 三月小妹妹就来了这么一段 我告诉你们吧 这道大门的机制我已经搞清楚了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出入石瓦罗大佬的地盘 想见他的人必须拿到认证 认证 没错 只有获得认证资格的淘金者才能进出 石瓦罗的淘金者在地底到处收集机械残骸 带给石瓦罗修理 老实说啊 这真是无本万利 我要早想到这一手 那就是科斯基大佬 少扯先话 上哪儿去搞这个认证 简单 看见流浪者身边的机器人了吗 那都是石瓦罗的眼线 是照他的指令专门在这儿维持秩序的 除了监视小惠惠们的一举一动之外 他们的另一个职责就是提供试炼 凡是想当淘金者的 都得通过这些铁螃蟹的测试才行 我哪知道 我又没打算进去跟石瓦罗大佬此刻 要进去的是你们 自己找机器人问个究竟呗 这里的人感觉都被机械管制着 这在地上简直难以想象 机器人在上层区只是工具而已 可别把石瓦罗当成普通机器人 他可是 很特殊的 就是这家伙吧 看上去好简陋呀 这破玩意儿还醒着吗 不会已经坏掉了吧 吓吓我一跳 协议启动 开始扫描胶烟 人证失败 隔体微火的防温权限 开启失联 诶 这 这就开始了吗 失联第一步开启 请听梯 内燃级说唱大赛的总冠军是 什么内燃 什么说唱 这种事我们咋知道啊 桑博 你知道答案吗 我桑博当然不知道了 你这人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嗨 我又不是全职全能 消息得靠打听的嘛 别慌别忙 去周围听听流浪者在聊什么呗 说不定有惊喜呢 请回答问题 内燃级说唱大赛的总冠军是 回答正确 哇 这 这你也能蒙对 难道你背着我们去参加什么音乐节了吗 认证结果 成功 声誉所需认证书 二 请 伸出右手 诶 伸出右手 诶 你想干嘛 诶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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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就是认证标记嘛 不错 排查两步 走走走 协议启动开始 啊 每次都要重复 真烦啊 哈 这个铁阁打在说啥呢 这家伙好像脾气很差的样子 真烦啊 快点结束吧 你们拿到一级人正妹 没拿到就别来浪费时间啦 你说这个 你看 是是是 行行行 我要出题啦 给我听好啦 提问 未经单元应当介入哪个零间 啊 居然蒙对了 真烦啊 又要干活了 把手伸出来 怎么又是我 很痛的好不好 哎呦喂 疼疼疼 我还没办法 醒了 还差一步认证 快走快走 别烦我了 不管怎么样 先让他识别一下之前的认证吧 没错 这家伙怪怪的 这家伙怪怪的 街一 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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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清除威胁 战斗魔族启动 哼 终于不用废脑子了 让我来修理修理这个铁疙瘩 能接我几招? 剑随我心 我还挺能打的嘛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宝剑们动起来了 剑如燕月 试探就到此为止 万剑天来 哼 这下老实了吧 我试试重置他的系统 人症系统已成功上线 请伸出右手 又要本姑娘遭罪了 这下怎么比之前还疼啊 还好这是最后一步了 这下咱们就能进去了吧 嘿嘿 史瓦罗的认证机制也不过如此 这玩意儿到底好不好用 快点回大门那试试吧 在考试试它 赶紫的故事 曰组并称裙伴3 iter 赤马开门 瞧 丧博有用吧 奥利格头早就知道 对对对 多亏了你 我会跟首领表扬你的 现在少说几句吧 好吧 我就叮嘱一句 这后面可就是未知的领域了 各位可千万小心翼翼 注意脚下 走吧 去找史瓦罗把事情说明白 喂喂 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门 怎么又是门 看结构 好像比刚才的门还复杂 桑博 这是怎么回事 桑博 人呢 哎 你哪叫过跑哪儿去了 你们刚才还在啊 习以为成了 又是那种机器人 难道想见史瓦罗还得通过其他试炼吗 发现史瓦罗大佬的访客 习以启动 开始扫描叫烟 原来如此 把机器人当作开门狗来对待 妙呀 这根本不可能起作用吧 认证失败 个体未获得访问权限 请求被拒绝 请访客向克拉拉小姐申请访问权限 克拉拉 是咱们在大矿区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她究竟是什么来头 权限还要问她申请 家人 我不是很懂 别烦恼了 我们去找克拉拉吧 我并无把握 但事实无妨 克拉拉现在在哪儿 正在调取音频资料 请稍后 能源核心的轴承坏掉了 要是不能赶紧修好的话 聚落就要变得黑咕咚咚的了 提米 我要再去一趟卯丁镇 看看有没有可以回收利用的元件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帮克拉拉开收好大门哦 录音调取结束 继续执行克拉拉的命令 又回去了 真没想到 这才隔了多久 咱们又得回去找人了 啊 原来你们之前是去别的小镇观光了 怕是没你想得那么轻松自在 的确 一想到那个小姑娘独自进入猎界 我就有点担心 虽说她不像外表那么柔弱 但还是 你看着也很柔弱啊 嗨 赶紧去找她吧 史瓦罗还在门后等着咱们呢 这么大的镇子 上哪儿去找那么个小姑娘呀 克拉拉不是说 要来找什么机器元件吗 还是先去纳塔的储藏室看看吧 这不是跟着克拉拉的机器人吗 这些铁皮罐头不都一个模样吗 你怎么认出来的 他好像想说什么 听 自我修复魔族正在初始化 初始化 失败 克拉拉 他受到威胁 必须保护 受到威胁 什么意思 攻防 敌人 必须清除 他的意思是 攻防那里有怪物出现 克拉拉他 坏了 他有危险 快 赶紧去攻防确认下情况 我认的路 果然 那边有个大家伙 克拉拉也在 得赶紧去救他 上吧 这次我们人多势众 不用害怕 不令赐教 剑如燕月 试探就到此为止了 万剑天来 生死虚实 动天幻化 长梦一绝 你没事吧 克拉拉 受伤了没 谢谢大家 我没事 一点小擦伤而已 果然不该放你一个人乱跑 实在太危险了 话说回来 你在这里找什么 基地的功能装置 出了故障 要是不快点把它修好的话 去路里的大家 就都要遭殃了 我知道这座镇上 有一家工坊 所以就想来找找看 需要的元件都找到了 但是却不小心 撞伤了怪物 还好有大家出手相救 克拉拉会把这件事 告诉史外罗先生的 我们正打算去见他 大家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要找史外罗先生吗 克拉拉可以帮你们带话 不行 这次我们得跟他当面聊清楚 你能带我们去见他吗 可是 史外罗先生一向不喜欢和其他人沟通 尤其是地火的各位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已经逃避谈话太多次了 这回 我们坚持要见到他 大家都是在为下层去的人们努力 但是史外罗先生不相信人类的情感 他只相信计算的结果 所以我不能带大家去见他 如果你们和史外罗先生起了冲突 肯定会有人受伤的 无辜的人们也可能被波及 你这孩子 克拉拉 你上次说过吧 史外罗的职责是守望下层区 存护这里的文明 如果我们抱着相同的愿望谋求合作 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了解史外罗先生 他是不会被人们的愿望触动的 他只遵从理性的判断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他看来 地上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根据史外罗先生的计算结果 只靠下层去人们的力量 不可能阻止灾难的将领 他的应对方案 是为了让下层的人们 能远离灾难的源头 多生存一段时间 那不就是把我们关在笼子里吗 可笑 恒术都是一死 早两天晚两天有什么区别 连尝试着挣扎一下都不行吗 可莱拉也一直在尝试说服史外罗先生 请大家再等等 那个 如果大家不建议的话 可莱拉还有重要的事 就先回去了 可莱拉 汐儿 别说了 那孩子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 我们得再想想办法 那孩子可真不一般呢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 固执 不对 聪明 他把事情看得透彻 而且有自己的坚持 这两点 都跟三月截然不同 你非得加这最后一句吗 看来 想和史瓦罗本人搭上话 还得先过可莱拉这一关 绕过可莱拉和那道门 史瓦罗只会把我们识别为入侵者 更不会给我们好脸色 机器人也有脸色呀 可莱拉反复提起史瓦罗的计算结果 只靠下层去的人们 不可能阻止灾难降临 这是他的原话 依我之间 突破口就在此处 你的意思是 那个机器人的逻辑里有漏洞吗 不 他的推算很准确 星河带来的麻烦 靠地火现有的力量 是不可能解决的 不过 他的计算落后于现状了 新的变量还未加入算式 没错 假如能让史瓦罗相信 我们的确能够颠覆计算结果 就有推进河带的希望 但是要怎么证明呢 这回光拿照片出来 怕是不够用了吧 总会有办法的 现在首先要说服克莱拉 他应是直接回机械聚落了吧 我们也跟上 他转过去了 快跟上 咦 人呢 明明刚才还看到他往这边走了 没办法 往前找找看吧 怎么会 想不明白 大家果然还是跟来了呀 但是 就算这么说 你在修理这台设备吗 克莱拉 是否遇到了瓶颈 大哥哥怎么知道 这两处的线管部件 尺寸和磨损程度 明显和设备本身有差别 应该是你刚刚替换掉的吧 虽然替换了受损的元件 但设备却没有照常重启 你是否在为这件事苦恼 嗯 克莱拉绣过很多东西 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复杂的装置 史瓦罗呢 他怎么不出来帮你 我不想惊动石瓦罗先生 因为设备是被两个流浪者叔叔 不小心弄坏的 如果被石瓦罗先生知道了 他肯定会很生气 克莱拉 太过善良 可是会被坏人利用的 我或许找到问题所在了 虽然替换了线管 但他的轴承错位阻塞了 你们来帮我一下 合力把这东西修好 又要修东西了 我现在可是轻车熟路了 哥哥姐姐 真的能把功能装置修好吗 放心吧 绝对能搞定 对吧 那好 别问了 赶快过来搭把手 原来是这样吗 真的亮起来了 谢谢大家 这下 聚落里的能源问题 应该暂时解决了吧 嗯 这样的话 外圈的大家 就不用担心失去光和热了 嗯 可莱拉明白 你们帮助了很多矿区的商员 而且还冒着风险去镇上找物资 大家都是热心的好人 如果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莱拉一定会努力的 唯独这件事 嗯 嗯 究竟该怎么说服他 变量就是 我们的到来 十几年来首次有外人进入地下 可莱拉 你很擅长观察的对吧 你看我们三个 像是下层屈人吗 嗯 只看外表的话 确实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那就对了 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在史瓦罗的运算里并没有我们的存在 如果他的计算基于只靠下层去的人们 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已经不是用于现在了 史瓦罗的计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莱拉 是在很久之前 听说是上下层去刚封闭的时候 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一位铁卫来到了地下 这件事在史瓦罗的计算中吗 更何况我们 那是重点吗 重点是 我们是从别的星球来的 史瓦罗大佬的算法 根本不可能把我们这几个变量囊括进去吧 别的星球 请请不要把克拉拉当小孩子 那些故事都是大人们想象出来的 克莱拉知道 他和三月没有撒谎 克莱拉 我相信他们 我理解你的心情 克莱拉 你也希望下层去的情况能有转机 但同时又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对吗 我的脑海里也存有疑问 但是直觉告诉我 三月 丹恒 还有他 他们三个 就是这个世界的转机 让他们和史瓦罗见上一面吧 看看计算结果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与你 与他而言 这么做都没有什么损失 不是吗 我 知道了 我会带大家 去见史瓦罗先生 真的吗 太好了 嗯 克莱拉想明白了 只靠克莱拉一个人的力量 想改变史瓦罗先生的想法 要花上很久很久 就算等到克莱拉成为大人的时候 也不一定能有结果 在等待的时间里 大家会生病 会失去家园 还会不断地发生争动 就像之前 在矿区里那样 我不想让事情变成那样 如果大家有信心说服是瓦罗先生的话 克莱拉也要表现得勇敢一点 大家 请跟我来吧 不计划 不计划 没想到刚才你会站出来挺我们 说得也太好了吧 哪有那么夸张 我只是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我回来了 提米 提米 欢迎回来 克莱拉小姐 提米 帮我开门吧 我想去见史瓦罗先生 检测到外来人员 是否放行 没关系的 他们都是克莱拉的客人 指令已收到 门禁终端已解锁 欢迎回来 克莱拉小姐和客人 请大家不要惊怒史瓦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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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克莱拉 我们是来和他讲道理的 谈判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我可不擅长这个 和机器人谈判 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 你准备好了吗 我回来了 史瓦罗先生 我看到聚落的功能系统 重新上线了 谢谢你 克莱拉 但是 你为什么要带他们来 史瓦罗先生 有关前往上层去的事情 他们想和你谈谈 正在分析 分析结果 目标不属于地火组织 背景 不明 分类 未知信息 鉴于克莱拉的引荐 我会给你们一个发言的机会 喂 他好像愿意跟我们沟通了耶 快 赶你的三岁不拉之蛇出场了 寻求和平 了解 但那是你们单方面的表态 至于我的态度 要在评估和你们的交涉结果后确定 直入主题吧 不要浪费这个世界宝贵的时间 把你的发言全挡回来了 这家伙 别自乱阵脚 记住 要让他相信 我们是计算中的变量 星河 调用数据库中 访问兽组 与微经授权的目标谈论星河 禁止 你们在触碰被封于世界深处的秘密 没有人类应当知道的秘密 重新评估目标状态 不一些指数上升 我要求你们告知真实的来意 果然 他知道星河 但这个话题有风险 到了这个份上 还遮遮掩掩什么呀 和他摊牌吧 成败都在此一举了 有几载的历史中 人类曾数次尝试与星河接触 无一例外 他们处于人类的私欲 企图将该物质占为己用 著程者的指令 任何尝试与星河接触的行为 都将造成严重后果 重新评估中 目标威胁指数达到最高 怎么办怎么办 这情况看着不太妙啊 目标展现出的敌意大幅超出基准值 维持原有的计算结果 和平维系协议暂时终止 神清其中剿灭协议 剿 剿灭 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河滩破裂 三月 准备 准备应战 石瓦罗先生 请不要 克拉拉 离开这里 克拉拉危险 快找地方躲起来 最后还是得动手啊 圆形机三号 监督机器持瓦罗 监灭协议神清状态 已通过 允许监灭 剿灭启动 结果击短中 还差得远 准备打针了 睡吧 算你们运气不好 超出预知 还差得远 不许跑 看来是赶上了 一点心意而已 不必再用 多亏你了 哎呀 没有医生在场的话 怎么能放心战斗呢 大家 请专心战斗吧 我就在你们身后 纳塔 你们怎么 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多亏桑博我早有准备 桑博 果然是你这家伙 发现大量低火武装成员身头 评估状态 所有高位各地 全部歼命 生死叙事 一念之间 动天幻化 长梦一绝 结果击短中 偶尔也该认真 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对 规则 就是用来打破的 切记冲动行事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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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们运气不好 睡吧 看来是赶上了 一点心意而已 不必再用 放心吧 生死虚实 一念之间 动天幻化 长梦一绝 吃药了 都亏你了 我计算你 超出预知 跑了 不许跑 偶尔尹 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剑衣之先 你在哪儿 原地剑衣 睡吧 第二日 等 等一下 请不要伤害 施瓦罗先生 尝尝 尝尝尴尬 伤害她 可 拉拉 施外轮先生 请不要再逞强了 能把你了解的事情 告诉大家吗 施外轮先生说过 你愿意为我实现每个愿望 对吗 可拉拉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团结起来 像 像家人那样 过去这段时间 可拉拉学到了一件事 计算得到的结果 并不一定能带给大家幸福 就算知道龙子外面的世界 并没有多美好 人们也还是想把头探出去看看 根本的事情 评估系统重启中 重启成功 正在转化变量 变良一 可拉拉的诉求 变良二 外来者的动机 评估结果更新 将决定权移交外来者 并允许访问星河相关的信息 这样 这样就算成功了吗 幸好有可拉拉在 史瓦罗的冰冷逻辑 似乎只会对他网开一面 希望他的记忆库里 确实藏着和星河有关的数据 这就结束了吗 那他 我们 地火 还有下层去 我们胜利了吗 不对 希儿 我们 还有他们的战斗 都才刚开始而已 终于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 怎么 你紧张了 与其说是紧张 不如说是 胸口有什么东西 在剧烈作痛 我准备好了 去揭开真相吧 我会在旁边听着 以后 什么样的 邮箱和相关的数据 和录音记录已经整理完毕 是否立即调用 外来者 申请调用数据库资料 编号13175 加密级别最高 资料调用已批准 现在播放 多年的研究结果就摆在你的眼前 守护者大人 证据已经确凿了 那个所谓的星河 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民众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不是 如果让他们知道 是伟大的阿里萨兰德 启动了这个东西 让这个世界被汉潮覆盖 真相大人 真相不会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改变 你面前的研究报告 是贝罗伯格最优秀的学者们的汗水接近 你必须相信他的权威性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 博士 相反 我对你们得出的成果深信不疑 从我登上这个位置的那一刻起 那个声音 他们的声音 就寄宿在我的脑海里 未知不去 我不该跟你说起这个 还是说回你们的研究吧 我不可能将这些研究报告公之于众 不是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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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什么 大人 我在听 除非你们能找到 彻底摧毁星河的方法 我明白了 以存货的名义 我一定不如使命 13175号资料播放完毕 接下来播放 资料编号24830 我不明白 博士 为什么要把那些宝贵的研究成果藏起来 那些可是你毕生的心血啊 你还年轻 孩子 总有一天 你会懂的 大守护者 他比你我都想得更深远 所有决定 都是为了贝露伯格的安宁 我只是觉得 遗憾 我们的研究陷入了瓶颈 您的成果又只能被血藏 不必遗憾 孩子 你还有很多时间 等你们找到摧毁 摧毁星河的办法 我们的努力 都不会白费 24830号资料播放完毕 接下来播放 资料编号 57614 这是 这里为什么还有个机器人 这是米尔斯海默博士 生前的贴身机器卫士 据说是从大战期间 一直留存下来的原型机 自从博士跟他的助手去世以后 他就一直停留在这里 一步都没动过 哦 原来如此 我开始搜网 一定要把博士的研究成果全都找到 找到了 守护者大人 所有文献都在这里了 很好 就这样吧 守护者大人 这个大家伙 我们拿他怎么办 哦 销毁的话 未免过于浪费了 找人重置一下他的系统 然后把它安置到下层去吧 我听说开拓团 正确有自卫功能的机器人 是 大人 抱歉 不是 但这些成果 必须由助成者亲自管理 有成一日 一定有人能完成你们的遗愿 五七六一四号资料播放完毕 数据展示结束 坐下 就真相大白了吧 忽略掉那些碎片化的细致末节 结论就是 这个世界的高层人员 还有守护者本人 他们其实早就知道 星河就是灾难的源头 但为了城市的安定 他们选择隐藏真相 而试图摧毁星河的秘密研究 也以失败告终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可可丽娅 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 罗尼亚 你还好吗 我 我没事 我只是 感觉有些头晕 无亲大 你打人 为什么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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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情 也许 他 别再骗自己了 练妞 该到你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能来跟我聊聊吗 我知道 大家都需要时间 来消化这些信息 但我们还是得尽早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施瓦罗先生 你还好吗 我先帮你修补一下语言模块吧 评估中 语言模块运作正常 谢谢你 克拉拉 记忆模块有没有受损呢 克拉拉也想尽可能的帮忙 记忆模块减锁开始 组成者机械时期的记录 完整 保卫战争期间的战斗数据 完整 地随开拓团时期的记录 完整 克拉拉制造出迷你磁流钻机的记录 完整 克拉拉解释人类行为睡懒觉的记录 完整 呃 所 所以 记忆模块应该没问题了 与克拉拉相关的记录 已经做好了备份 不必担心 有关睡眼觉的记录也 已经进行了多重备份 可以随时提取 与克拉拉相关的记录 都是重要的数据 必须完整保存 对施瓦罗来说 这就是家人的回忆 嗯 克拉拉明白了 施瓦罗先生 我还想帮你检查下其他模组 请转过去一点 天亮时 守护者要如闪耀的恒星 照亮人民的道路 天黑时 守护者要如温暖的炉火 抚慰人民的心灵 这么多年了 我追随的 难道全都是谎言吗 你该找个人聊聊了 别总露出丧气的样子 你的心情又不是不能跟别人分享 自己闷着头烦恼 有意思吗 把烦星是憋在心里 说到底 还不是觉得自己身居高位 不想在别人面前示弱 这里不是上层 没那么多猜忌 规矩 不管有什么烦恼 都可以大声说出来 我只是 想先在心里梳理清楚 这些历史的碎片 我曾经学到的那些知识 现在全在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 我 我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 不 你应该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你在谎言里活得够久了 若年 现在 就是冲破牢笼的机会 怎么样伙计 在你胸中激荡的是胜利的快感 还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你说呀 我提供的可是额外服务 要不是咱们交情山 可是要加钱的 再送一条人生经验 要干有风险的买卖 机智的商人都会有个备用计划 以及 备用的备用计划 哎哟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 我只是热装看别人打架 毕竟人与人斗 其乐无穷嘛 喂喂喂 别这么肉麻 我们干买卖的 最讨厌谢谢两字了 都是商业 莫的感情 开个玩笑 桑伯永远乐意为你效劳 卢西 通往地上的道路 现在近在咫尺 谢谢你们 是你们的努力 让下层区重新看到了希望 现在 现在我们只能祈祷 但愿这次希望 能同向一切生计 很抱歉 之前一直瞒着你们 我作为地火的首领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为下层去奋战 自己却在一边见死不救 所以 那塔莎医生才是地火的首领 那 那为奥列格大叔他 奥列格 他一直以来都在做我的带领 帮我处理下层区明面上的各种事物 多亏了他的勤勉 我才能挤出时间来打理下层区的名声 尽可能地让大家不在街头挨饿 另一方面 我也一直在筹备反抗石瓦罗的计划 你们的出现 推翻了我筹谋许久的计划出行 为此 我更该对各位表示感谢 论计不论息 是有这么句话来着 如果下层区能重获自由 人们自然会把你们视作英雄 但现在 虽然使瓦罗不再封锁卢西 地下的人 还是不能贸然涌入上层区 那个冷血的大守护者 用谎言和手腕将上下层隔开 如果被他发掘了地下的变化 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对于地活来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养精蓄锐 当然 这点你我都心知肚明 所以 我想让我最信赖的人和你们同去 昔儿 在你们面前 可能没表现出来吧 私下里 他已经向我展现了强烈的愿望 别看昔儿平时大大咧咧的 他心里其实有一面镜子 所有的是非厉害 他都再清楚不过 昔儿擅长侦察 而且思维敏捷 行动果断 他肯定能帮上你们的忙 况且 你们现在还有布洛尼亚 从史瓦罗那儿得到的信息 似乎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有希尔在他身边 他一定能缓过来的 你很久没有休息过了吧 我听说了 从卯丁镇回来以后 你们就一直在为了见到史瓦罗东奔西跑 一刻都没闲着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就这么垮了可不行 史瓦罗和卢西 就先交给地火吧 你们该回去好好休息一番了 如果运气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也许明天 你们就能回上层去了 我会去调整的地方 都不够了 就要进去调整了 冲击你 我会去调整的地方 我会去调整的地方 抓紧时间休息吧 地上的冒险 可不会这么轻松了 我会去调整的地方 你会去调整的地方 不用意外 说是首领 实际上 不过是帮大家拿拿主意 记得玛丁镇吗 烈界开始侵蚀那座小镇的时候 我们全都是无寸铁 毫无保卫家园的手段 逃到盘岩阵之后 我就下定了决心 同样的悲剧不能再次上演 所以我才召集了奥列格他们 创建了最初的地火 再后来地火的规模越来越大 老实说 我最早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在说什么呢 那也是我 是我面对病人的那一面 身份就像是面具 人更换身份的时候 也会更换自己对外展示的形象 但内心是不会变的 在局势完全稳定下来之前 我们不想贸然行动 要等待时机成熟 十多年的封锁下来 下层区已经元气大伤 既然卢星的封锁解除了 我们首先要补充急缺的资源 让大家先喘口气 地火从来不是什么野心组织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下层区的民众 这条通路 只是达成墓地的手段 并不是墓地本身 我们不会对他们做什么 虽然史瓦罗堵死了卢西 但他一直给流浪者提供庇护 算是一件善举 地下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 需要照料 若不是缺乏安全感 他们也不会为了生存 做出触犯底线的行为 在史瓦罗恢复正常之前 照看这些人的工作 就先由地火接管吧 这里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你们也抓紧时间休整一下吧 均衡 宇宙应当 军衡 军衡 是的 军衡 军衡的仲裁官 要交给你一向试炼 为了朱介的平衡 展示你的力量 而我们仲裁 强大之人将获得机遇 弱小者亦有喘息之急 通过试炼 则证明你的力量已动摇了天称 诸界因此改变 从而均衡 你将面对更强的敌手 更难的谜题 以及更丰厚的报场 均衡 你人会遭遇失恋 这是你的选择 但均衡必将得到维系 你会得到更多 那些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 可数的与不可数的 左德将匹配于你的力量 从而均衡 均衡 均衡 竹佳将因此改变 靖佳将因此改变 15 但不可数的 黄金 玉金 那这就关系算了吧 我再坚持一下 自然 删指魔力 好 均衡 逐界已然改变 因为均衡至高无上 试炼会找上你 2 好 下层的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可以去找星河啦 不过回想一下 感觉有点对不起柯拉拉 我们本来答应他 跟史瓦罗和平交谈来着 你尽力了 不用有负担 事先考虑不周是我的疏漏 况且那时是史瓦罗先动手的 没别的办法 我不是让你们抢着分锅啦 我好了想 现在的结果也很不错啊 所有人都知道 星河是罪魁祸首啦 大家都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任务进展 顺利极啦 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 比如 正是 我们缺少星河的具体坐标和方位 可可利亚态度的突然转变 也非常奇怪 现有的线索 还没法完整的拼凑起来 梦 哦 记得你之前也提过做了怪梦什么的 三次梦境都是相同的场景 都包括可可利亚和另一个生意 要说是巧合也太怪了 我在想 或许这些片段并非无序的空想 其中会不会有某种规律 只有你一直反复做这样的梦 原因是 是 它体内的星河 我是这么猜想的 但无法证明 那等于没说 所以 咱们回地面以后该怎么行动呢 咱们说了半天 特别激动人心 可好像 啥结论也没得出来 聚沙成塔 先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找地火的人一起研究吧 何况 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没有交流过 他和可可利亚的联系 没准会是破局的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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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